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2023年的斯诺克国际锦标赛资格赛斯嘉辉对阵勒克兰尔的比赛 我们来看双方的低局啊 勒克兰尔拿到20分的领先优势以后一颗简单的篮球中带没打进 露了中长谈 好球 打进以后考虑先把黑球归位 对 斯嘉辉是02年的 勒克兰尔是03年的 来自比利时 跟卢卡来自一个地方 好 黑球打进 弹起来一点 这样 底库开始数的第二颗 他是有下球的 嗯 蹬起来一点角度 黑球还能接上 这球型给的还不错啊 斯嘉辉在这个赛季的排名是第18位 他的总排名是第30位 今年努努力有希望冲击前16 嗯 先看看左边中带 他还是要抵戴的 抵戴是一个反鲍 好 没问题 赤户起来 蓝球 绿球都有下球 绿球是角度更好 你低干拉回来 好 再走 右下方底带较道 这杆调的不错 中国举办的这三项比赛 他的这个奖金是很高的啊 国际锦标赛应该是14万英镑 武汉公开赛17万5 上海大师赛21万 不算小型比赛了 所以他的局数也是中场局11局6胜质 其实我们看这个资格赛他的这个局数啊强级就能推断出来那个奖金 一般来讲7局4胜质的比赛是冠军奖金8万英镑 9局5胜质的是10万英镑 然后11局6胜质的就在10万往上 嗯 这样右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黑球留直了 这杆他不太好较位的 抵竿一裤起来要中弹 也走过了 中弹一个反薄 叫他挺悬 而且粉球下方的这三颗是必须要对k一下的 好 用黑球来k 这个角度不错 这又调过来了 小球队一带开 嗯 左边中带能接上 现在赛家会已经是领先了32分 台面59 再打两套就超分了 好球 这个已经是走的很漂亮了 实际上会这个今年是掌球了啊 没球比去年好一点 好 右边中带去年市井赛 虽然说打进四强 但是我们看他的比赛 这个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啊 提心吊胆的 嗯 超分 领先41 台面还没有 是吧 打进黑球才超 比算分数差两分 这回超分了 领先48 台面43 超分以后 这颗中带直接就打丢了 这颗不难呀 本来打进这颗 这局就锁定胜局了 可惜呀 不过也是一缸五十加 没有坐上 当然这个时候 四家辉也是可以放开了打了 毕竟已经处于超分的状态 看看会不会漏 还好 还好啊 勒克莱尔去年拿过这个单局现实赛的冠军 嗯 这一干漏球了 他先吃到一个黑球 然后用最后一颗红球来做一干斯诺克 这就打得不太小心了 看这干能不能坐上 还好啊 虽然坐上了 一裤就能 直接扎干就能扎到 一裤来解也没问题 丁俊辉将在25号英国公开赛上露脸啊 他已经到英国了 国际锦标赛丁俊辉的资格赛延期了 延期到正赛期间 诶 二次撞击 这是控球的一个不精细啊 好 借助咖啡球坐上一杆斯诺克 哇 够准的啊 中间刚好够过 这样打进这颗红球 勒克莱尔他 不好不好追分了呀 因为斯嘉辉目前是已经超了五分 用黄球来做 好球 借助篮球挡住了这颗黄球 坐上了一杆 看这杆解球是有难度的 看这杆解球是有难度的 一库来解还是比较难的 我好球解到 他现在的球感很好啊 再往上防 这会走出来了一点 哇 木球吃酷弹起来 还是借助粉球 给挡住了 哎呦 差了一点点啊 打薄了一点 这个勒克莱尔他的攻防啊都还不错 所以 斯嘉会想赢并不轻松 反规了是吧 反规了是吧 空干 这就是一个 这个好的开始啊 即使有了领先优势 你我还给你做斯诺克 一会罚的你就认输了 他今天的长台不是太准啊 至少没有市井赛准 这连续拼了好多改 应该是四干斯诺克 四干长台都没有打进 超了九分了 哦 彻底的一个斯诺克大战啊 你做我我做你 左边能打到一点薄便 往代口一咬 好好 接下来 嗯 这局这就没了 斯嘉会要拿下了 这个时候一个大楼 还不送走他 顶一下粉球做刹车 傻过了 离得太近啊 操架干还能打绿球 嗯 绿球没打进 看对手还挣扎吗 应该不再挣扎了 好 1比0